益生菌并不是万能的 切不可盲目夸大益生菌的作用 为什么补充了益生菌却没有什么效果呢 益生菌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 菌群要想调节至平衡的状态是需要时间的 一般都要坚持服用三个月左右 体内的友谊菌才可能占据优势的状态 益生菌服用三个月以后 可以将摄入量减到一半来巩固效果 坚持到半年然后可以停用 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还需要注意的是呢 益生菌需要低于40度的温水来冲服 与抗生素还要间隔两个小时服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益生菌并不是万能的 切不可盲目夸大益生菌的作用 一句话 益生菌要用对才能够效应最大化